第十二月 是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 下至不照百千亿 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他说我成佛的时候了 阿弥陀佛讲 我的光明没有限量 至少能够照耀百千亿亿诸佛国徒 你看至少 至少 这个就是至少就是常光 佛有分常光 或者是放光 那这放光是怎么样放光呢 就是他的灵智 自信的光明 所以佛陀在讲 《无量受佛经》的时候 阿弥陀佛说 今天佛陀看起来光明书好 特别的光彩等等的 这不知道是什么因缘呢 那就在放光了 常光就平常佛他出现 都有那种光明性 常光又叫圆光 或者叫佛的深光 佛神的自然发光 肉眼可见 有的人心清净一点 他肉眼都可以见到 照相机也可以拍到 我们的科技越来越进步 照相机越来越多 这个画素越来越提升 以后来的光学的功能 越来越精细的时候 慢慢的你都会拍到很多的鬼神 慢慢的拍到很多佛菩萨 实在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佛他放光了 他以自己的灵智放射光明 那更不可惜量 他是常光的时候 至少能照耀百千亿亿诸佛国土 比在他方国土都会被阿弥陀佛的佛光照耀到 所以叫无量观伏